媽祖慈悲,大家好,歡迎大家進入媽祖網路大學堂 大家來學習一些媽祖聖道知識 君最近都在分享 有一位遠在山東的同修 他對媽祖的信仰很感興趣 就問了一系列的問題 君藉由他的問題來我們一起來 重新來收清詞,講明白 有關於某些媽祖信仰的一些善知識 大家來了解一下 他問了一個問題 因為在大陸山東比較少媽祖的宮廟 所以他知道媽祖有一些香火 像我們都會佩戴、項鍊、一些媽祖廟裡面 那邊沒有辦法獲得 那是不是顧問能有結言品來寄送給他 那提到這個香火怎麼樣才真正有那個實體的效用 那我們針對香火、項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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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問題今天來談談香火、還有一些解言品 像我們一德媽祖同修會 我們一德媽祖都會讓我們配掛一條項鍊 那關於這些香火、這些媽祖的一個信物 怎麼樣來佩戴才有真正的效用 而且要注意的事項 首先在宮廟強調所有的宗教、信仰要先信 那信就是要相信三寶 歸一三寶、先修三寶的功課 所謂三寶就是活、活、生 你要歸一個神 神、然後歸一、這個神所教的話經典或是祂的徐實、至 cort 然後還要先依歸一,來依這個身 這個身就是喉這個佛、喉它的法的老師、長輩、 Ep legisl團 聽起他們的指導 所以皈依就是謙誠信仰這個佛 相信生的一個教導 首先你現在要修三皈依 這個相佛或者這個項鍊 這些信物能不能有效用 它必須是合乎歸依這個活化身的教義所互移的 那各位人常講 這個信物怎麼樣才有效用 首先第一個一定要有個神來護移給你的 所以我們要得到這樣的一個相佛 信物絕緣品 要能真正的來護佑你 那必須第一個要有神來做主 來賜給你 要合乎這個佛的主義 這個神的意思 他有要給你 這個很重要 所以來跟郡要一個相佛 一條項鍊 那不是義德媽祖要送給你 你也沒有來這邊求祂 他有銀杯 所以沒有合乎活 不知道祂的主義要不要給你 所以就不如法了 所以第一個要有活 要來送這個香火 第二個要有活 這個香火 這個香火這個信物 它怎麼著作的 要有祂的一個喜使大華 就像我們義德媽祖同修會花的項鍊 它一定有北港朝天宮那個交阿福 這是媽祖的華 然後呢 我們媽祖要送給大家 來護佑大家 祂一定會指示師顧問說 你要做怎麼樣的項鍊 那個項鍊一定要有媽祖的名號 北港朝天宮 媽祖的名號 還要有交阿福 還有祂的夢像 夢像就是媽祖的神像在這個項鍊 他一定會指定 他的信物是要怎麼樣設計 然後呢 要送給信徒的時候 一定要有活 就是要過如 他一定會指定說明清楚 你要過如 那活 要幫這個信物開光 這條項鍊開光 這個香火要開光 他一定有一個方法會指示的 像呢 像呢 北港朝天宮 那個紅色那個香火 一定是北港有那個千歲間 專門製作香火的一些阿嬤們 千歲間 年紀都很大的 大家很虔誠的在香火間裡面做出來的 他們用他們的慈悲心 然後對媽祖的虔誠的心 這邊孝老媽祖有一定的程序 去做出這個香火 他有八卦把那個符畫摺成八卦 在紅那個布、香火有一個工程段的 一段一段的照規定的 他都有規定的 所以一個信物的做起來 都是依據媽祖的主事 傳輩、僧團、傳下來的 師父所指導的一代傳一代 有信物的教護給你 所以有老師教你怎麼樣使用 就像顧問在這裡教大家怎麼使用 所以義德媽祖同修會 發的項鍊的時候 顧問再發放 顧問還會提醒大家 那最近北台灣媽祖的文化集 北港曹天公的會來了 所以北港曹天公到板橋這邊要來繞境 那就難得的機會了 所以有個音言 也不是顧問刻意 而是有個音言 在前三個禮拜 就有人跟我提議 所以顧問你可以送個三百條 想念了 我今天有聽到這樣的信息 所以我就拔杯問義德媽祖 所以北港曹天公的媽祖要來繞境 那我們要共襄盛極 那要不要來花放三百條 北港曹天公的一個項鍊 可不可以 義德媽祖三杯宰宰 就要花三百條 然後我就問他 那這三百條是事先過一德媽祖的爐 然後當天我們去花宋 宋的時候在拿到的信徒 要過北港曹天公 媽祖那個轎子 上面的媽祖那個爐 那就等於開關非常有用 那有人因為沒有這個機緣 可以過北港曹天公那個轎子 他來做客落盡的轎子 因為他可能匆匆忙忙 我們就花給他 他沒有機會去過爐 所以他先過義德媽祖這個爐 也有他的效用 媽祖三杯宰宰 所以我們就三百條項鍊準備好 那固人就是三嘛 爭團嘛 我們義德媽祖同修會的二節 就準備了三百條項鍊 然後11年先過爐 因為有些人 也許那天拿到項鍊 沒有機會過 我們北港曹天公的轎子 來繞進了轎子的爐 所以我們是先過義德媽祖同修會的爐 當天我們還會提醒大家 您有那個圓戶就過了爐 所以我們當天來的時候 媽祖停在觀音廟 我們就站在旁邊發誦 發誦我們會提醒信徒 要去給教班的人員 幫您過北港朝天宮的教主的爐 那就是有佛一的媽祖說要花晃 三百條 花也告訴我們方法 三就是當天花的人 都是我們核心的同修 都是很多經驗我們本身都戴這個項鍊的 這紅媽祖的花的人 紅養媽祖這個佛 紅養她的花的人就是三 所以你這個信物就非常有用 有用 所以相和信物的每個廟 每個佛 每個神 它的信物 它的相和 一定有它的規定 有它的做法 它做的方法 還有要過爐的方法 如何開光 你如何去使用它 如何佩戴它 還有一個忌諱 要注意的事項 所以我們同修會 在發誦這一個項鍊的時候 一定要遵從媽祖的主義 來行使 不是說 你來這邊跟顧問要一條 我就送你一條就有用 要媽祖說 哪一條有用可以保護你 要媽祖指示的 而且還有方法 那當然 姑娘也算是個身 媽祖有叫做一些項鍊在這邊 來 贈送有應的人 那什麼叫有言 你要有福 要有慧 慧要懂得 要知道如何使用這個香火 要有這個智慧 那你要有個福報、因緣 媽祖就會度你 所以得到媽祖的香火 得到媽祖的結言的 所謂的項鍊、信物 大家一定要珍惜 恭敬三寶、信仰三寶、相信相寶 就是最重要的 修三歸一 所以任何的宗教活動 一定要三歸一 和法生的教育主事去進行 才如法 或者不是正性的 如法的活動 跟大法 都一定要透過和法生的一技 他們所教導的 那以上呢 是顧問的分享 個人的潛見 也是經驗 所以 來這邊 要 節言品 要有個香火送給你 對不起 因為不如法 沒有媽祖的同意 顧問沒有辦法跟你節言 我也希望來做自己做好人 可是這個東西寄給你 沒有用 那毫無意義 所以我們的宗教的活動 一定要 合乎 佛、華、真、三寶的指導 指示而進行 希望大家能體諒的理解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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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